一位26岁心脏猝死患者 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抢救室 他呼吸心跳全无 瞳孔散大 深度昏移 情况极为危重 气管插管 呼吸机 CPR 一系列操作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什么时候开始停的 11点56分的时候他就报来了 就是意识不停 我们是从谭杰湖那边过来 所以比较远 他们家里人就在做心肺不苏 家里人就在做心肺不苏 对 我去现场看的 他那个心肺不苏基本上就是乱做 就是乱做的 因为他是搁在一个二层的那种 合理板的楼上 我上去的话 我给他做心肺不苏 然后马上就把他扯到楼下 折扯到地面上 然后上车 因为他就在你们协和医院 就在对面 然后我们马上就一分钟 就一秒钟都没耽误 就直接分进来了 来的时候他当时他还能够 对 对 他还能够那个 就是有点看心样的 对 麦伯当时能摸着一点微华 都是 这个地方 由于距离较远 120急救车在路上花费了较长时间 再加上患者家属不规范的心肺复苏 这位猝死患者 已经错过了抢救的黄金四分钟 究竟能不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在场的急诊医生 心里完全没有底 受伤心都在这里做成一号个 三个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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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的吗 谢谢 谢谢 谢谢